我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啊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相信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啊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相信我可以 我相信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到达 HELLO HELLO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 欢迎大家 留守我们YYC的FB Live 是谈读书会的FB Live 大家今天可能是第一次见我吧 可能没有见过我的人 应该是很多的吧 我看到线上已经是有整600多位了 已经600多位在星期五的晚上九点钟 还守着我们的FB Live 可能不认识我的人 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是谁 我名字叫Zan 我是YYC集团的Tax Director 就是税务总监 你可能说 我今天不是来听读书会的吗 干嘛是一个什么税务总监 在做FB Live的呢 是不是今天改了一下他的内容 今天是讲税务啊 不是 千万不要担心 今天我在这里不是因为我要讲税务 是因为呢 这个读书会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一样东西 而我呢 其实就是要介绍给你知道 到底读书会是什么一回事 好 你看我介绍我自己 我是YYC的税务总监Zan 可是我知道现在 有整400多500个人 在线上在看我的时候 到底 我想知道 你们是在哪里来的 你知道我每次在做Live呢 如果我对着这个镜头在脚炮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闷 因为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在对着镜头 然后我又 虽然是有很多人在看我 可是又不懂你们到底是 在哪里来的 是谁啊 所以我能不能先问一问大家 现在线上有大概整500多位的人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可以给我一些反应吗 告诉我你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你是从吉东坡来的 你就直接在那个comment box打KL 如果你是说你在槟城来的 你就说Penang 如果你是柔佛来的 就告诉我你是Johor 或者如果你是东马的 Sabah Sarawah 你也告诉我你是Sabah Sarawah 让我看一下到底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看到邱一说有曾经上过我的课 Hello邱一你好 Lulu 但也说有上 应该是也认识我的吧 邱一是从彭亨来的 Lulu是Jalanipo Jalanipo应该是吉隆坡吧 应该是吉隆坡来的 看看还有谁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是你们从吉隆坡来的 你可能可以仔细一点的告诉我 你是吉隆坡的哪一区 比如说你是从Cherasa Kajang 还是KF Chin 就说他是Kajang了 Cewing Ong说他是KL来的 如果你讲你是从补种 Sabah 你也可以告诉我 你就从哪里来 因为我听说呢 我们的这个FB Live 是去到全马的各地斗阵 都有人在看 甚至去到斗马 都有人在看 所以我想看看到底有谁 万七又万七 这在Johor来的 有怡保的朋友 夫妻外是怡保的 OK 还有吗 我们有没有一些在北马的 有啊 北马的人啊 吉兰坛啊 吉达州啊 之类的有吗 或者南马的 甚至还是还看不到南马的人 有啊 有柔佛的 有柔佛了 东马的呢 东马会不会有呢 如果有东马的朋友 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们是在东马来的 让我知道你们是东马来的 让我知道我们的这一个FB Live 原来去到全马各地了 全马各地了 因为现在有一些是文德甲的勒 杨康说好 闷达卡来的 新加坡的朋友也有耶 我们有 是新加坡的 然后 是中国耶 我看到有个 是来自中国的 哇 谢谢你的支持耶 人家中国都在看我们的FB Live 然后我们有 贾东的 有 看起来我们的 这一今天的这个FB Live 的确真的是去到 很多很多 世界 不能讲世界 可以讲世界各地了 因为我们有新加坡 我们有中国 看起来真的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世界各地的人都在看FB Live 那 可是我知道你们今天来 主要 当然不是要告诉我 你从哪里来啦 你们今天上我们的FB Live 主要是要了解更多读书会 对不对 你们想要知道 我们到底现在所讲的这个读书会 是什么来的 那 我想问一下 在这里呢 有谁是第一次 第一次来上我们这个FB Live 读书会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的 你就告诉我 yes 你放你的那个comment box 你告诉我 yes 你是第一次的 让我们知道 你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这个读书会的朋友 有吗 有谁是第一次的 我看到很多人还是在告诉我 你们是从哪里来 比如说 哇 有北极来的 有吗 你说你是北极来的 OK 好 我们有马六甲 有clang 不过我想知道 谁是第一次的 谁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的 好 欸 Tracy已经是告诉我 她是第一次的 她是放了yes 她是第一次的 还有谁呢 还有谁是第一次的呢 好 我要看看 因为我们现在有400多个人 我相信应该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的吧 好 欸 unix也是说yes 然后KL Tim Linton也说yes Linda Lee也是yes的 欸 很好很好 看起来很多人都很想去学习 而知道这个读书会是什么 那我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这么多 让我告诉大家 到底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读书会 其实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呢 你可能啊 你可能会误会啊 你可能会说 这个读书会是不是那种 叫你去参加做一个会员 然后做了会员之后呢 就会跟几个人 然后坐在一起 然后拿着一本书 然后就一起在读书 或者你读一句 我读一句 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的 我们的读书会 当然不是这样的 我们读书会是怎样的 来 我们先看看 我们读书会是怎样的 来 那我们的这个读书会呢 我把它叫做成功企业家的读书会 为什么是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因为我们这个读书会 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在 你有没有思想想过 你可能不喜欢读书 我告诉你 包括我啊 我不是很喜欢读书的 你每次给我读书的话 我读了几面之后呢 我会想睡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太多字了 密密麻麻 太多字 很难读 可是我们都认同和我们承认 只有透过读书的方式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吸收到 作者的那些信物历程 怎样把那种智慧带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学习到 可是你又不想看那密麻的字 又想学到那个书本里面的重点 就是我们想的 我们要高校学习 超越自己 要如何办得到呢 这个是我们的读书会的特点 有没有想过 其实读书是可以好像看电影 这样来读书的 那我相信我这边 不喜欢读书的朋友 包括我在内了 不喜欢读书的朋友 应该都喜欢看电影吧 我相信你们应该看不少电影 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可以用看电影的方式来读书的 怎么说看电影的方式来读书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读书会 不是叫你看的的确确实实在在的那一本书 而是让你看我们的导师 我们的导师如何把这一本书里面的重点和精华 把它浓缩了之后再呈现给你 也就是说你不用浪费时间去看一些可能不太重要的东西 你把最重要的东西通通吸收下来 那才是看书或者读书最重要想达到的 所以我们的导师会把终点的内容容容缩了之后 然后就用最容易的方式来告诉你 让你很容易就可以吸收到他们 而更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把你吸收了的东西学以自用 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很特别呢 那你可能会问我 你所说的这个导师这么厉害 其实你们的这个导师是谁来的 来 我们先让你看看 我们的这个读书会不是一些普通的导师 告诉你读书会到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的导师是三大名师 包括有我们中国一百强的培训师 就是傅嘉义博士 傅嘉义博士 他在中国是一百强的培训师 那我告诉你 中国其实你要讲有的培训师 你不只是过千是过万 过万个培训师 而我们傅嘉义博士是首一百位 是Top 100 100强的培训师 而且除了有傅博士之外 还有我们YYC集团的CEO 也就是拿订业信箱 他是我们YYC的CEO 他也会跟你一起的 去告诉你那本书里面的内容的重点是什么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中国报执行的总片集 罗亦威小姐 他在中国报可是有十多年的经验 可是他的经验就可以告诉到你 到底一本书里面其实要讲的东西 它的重点在哪里 那这三大名诗只需要用区区的二十分钟的时间 因为我们的读书会 每一集就只是二十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把那一本书的那一集的重点 就可以把它告诉你了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用二十分钟的时间内 就可以把成功人士的智慧 通通吸收下来 那你是不是很想再知道 到底这个傅博士 到底他有多厉害呢 刚才我说的 傅嘉义博士 他是中国一百强的培训师 不简单 因为我告诉你 中国已经有过万个培训师了 而他是首一百位 他是企业界的No.1老师 他拥有超过二十年的经验 而且他各种领域都有曾经收课过的 所以你不要讲 我的领域不懂傅老师懂不懂 所以他是有各种不同的行业 各种不同的领域 他都有曾经在收课和在做培训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曾经是鸿海集团 鸿海集团聘请回来的一个培训师 那你可能没有什么听过鸿海集团 可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过鸿海集团 可是你知道吗 鸿海集团是台湾首富过台名的企业来的 台湾首富都拼请傅博士去做他的培训师 所以你说这一个傅老师如果可以告诉你书里面的重点 是多么的珍贵 那当然我们的拿定叶信箱呢 YYC集团的CEO 他的成功史就厉害了 因为他可以把一间会计楼 你知道YYC就是一间会计楼 他把一间普通的只有50名员工的会计楼 短短的在10年里面增长了4000% 我们说的是4000%不是400% 所谓的4000%就是40倍 他把一间50名员工的会计楼 把它增长到800位员工 4000%的增长 也成功把YYC集团 从一间普通的会计公司 也现在得到OCBC银行看重 也投资进去的一间会计楼 所以你是不是很想也要跟纳定叶信箱学习一下呢 那当然第三个导师呢 就是罗亦威小姐 她是我们中国报的执行总编辑 刚才我说的嘛 她拥有超过15年啊 对于财经的经验 她对于财经的课题呢 是非常非常多经验 因为她曾经策划过许多很精彩的内容 都是告诉大家如何去针对这个财经 如何针对这个策略去做好你的生意 所以这三个导师教你怎样读书 有没有想过到底你这个读书会 到底看的内容是什么来的呢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让大家看一下 到底这一个读书会 其实你是在看些什么的 我们看了这个之后 等一下我再进一步的告诉你 到底今天你有什么优惠 来我们先看一看 我们的读书会是什么来的 老板们 你有人脉吗 你懂得如何组团队 利用团队来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吗 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的团队 敢对你说真话吗 左中堂说 作战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 要为赢而打 这一集的读书会 让我们来看看 左中堂如何集他人之力 成功好知识 各位网路上的伙伴 大家好 欢迎各位伙伴一起来参加我们 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我是傅嘉宜 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呢 叫做强经 左中堂一生的九大手段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本书介绍的第四个 那结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我想这一段里面讲的都是 左中堂在他人生一辈子里面在观察 他如何结交朋友的三个方向 那他认为交朋友基本上 他没有太多的选择 在选择朋友里面 他只有两个字为他最标准的选择 叫端正 他认为只有端正的人才值得交 我们就来看看他这一辈子里 交情里面发生哪三件事情 第一个 他认为结交正派的人才会真心帮你 所以他自己也在创造正派的人 所以在他生命当中 一直有许许多多人帮助他 而且他认为就连他自己在训练阿兵哥 他都认为要选贤与人 他对于人才的培育非常的在意 所以他一直在创造属于他自己的超人团队 这个湖南很会打仗叫做乡军 而他自己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储君 他认为自己的朋友 如果无法正派那没关系 我自己的阿兵哥无法正派也没关系 那我自己培育正派人士 所以他对于人才的重用 跟在这方面的培育非常的在意 他认为在他生命当中套着 也就是孙子兵法当中的自信仁勇言 这五个东西是他一直以来 在他培育正派人士或者培育部队很重要的 讲到这边各位企业家 你只去思考 一直以来你对于你的员工 对于你的干部 你在interview的时候 你是只在意他的能力 还是你也在培育这个方面的正派 所以智讲的就是智慧 信他是不是信守承诺的人 这个人的人意之心有没有 这个人有没有勇气 对于做事情是不是严格遵守 这都是左宗棠认为交朋友是要去思考 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小故事 当初他去镇压甘肃的回变的时候 他有一个大将叫刘松山战死了 这时候要有一个人出来顶替 清朝派了很多的大将军 要来顶替这个位置 他不要 因为他认为今天既然要作战 成为一个将官 那他带领下属 他就是标杆 他就是模板 如何有效的选择一个能够成为 真正成为标杆的模板 他选了一个仅仅26岁的一个年轻人 叫刘景棠 为什么选他 因为刘景棠从16岁就开始跟着打仗了 是他一手拉拔 一手捏缩成非常有能力的人 所以各位 在你的生命周遭 在你的企业上 你左右有没有好伙伴 是非常正派的 在工作职场上 他真的能帮你的 那第二 我也想请各位老板去思考 你们企业有没有培育人才的计划 那在此里面 他也认为 认同你的朋友 不会虚情假意 关键的时刻 他对你的支持一定至关重要 所以在这里面我也讲两个小故事 打太平天国 红旧拳的时候 他一开始只是一个军师 是湖南巡抚叫洛炳张 特别来拜托他来当他的军师 因为知道他懂得太多了 就像是诸葛亮的人 所以相对的左宗堂 有一个号叫金亮 就是金氏诸葛亮 他自称 他也真的不输诸葛亮 所以洛炳张一次两次三次的去拜托 左宗堂出来帮他打这个仗 而真的他也一仗一仗的打赢 其实现在我们每天跟我们团队在一起 很多时候我们对着他们就好像我们的家人 就好像我们的朋友 我们对着我们的团队的时间 有时候甚至多过我们的伴侣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 比如说跟你工作最靠近的那几个主管也好 你的同事也好 他也必须是你的自由 因为很多情况会变成一个局面 就是大家不敢讲真话 企业家就是常常就是遇到资源不够的问题 但是听了左宗堂的做法 让我领悟到的是 当资源不够的时候 我们身为企业家要更加的resourceful 就是跟人合作也好 借也好 总之要想到办法 找到那个资源 OK 那大家看了 刚才那个五分钟 短短的这个五分钟 其实就是我们读书会里面 你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是不是觉得 这么这么短这么快就没有了 我很想继续再看 到底刚才我们讲的那本书是什么书来的 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 那些导师可以再多讲一点吗 我听了一点点好像又没有听完 好像有一点点的意犹未尽这样子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是吗 那么你可能会说 这样子你们的读书会 就是这样子看五分钟而已 就是五分钟就去了解一本书这么快的吗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哪有可能就是五分钟就可以了解一本书呢 因为刚才我不知所说了吗 我们的读书会是会把一本书分成大概四集 然后呢 每一集大概是二十分钟的 然后每一集大概二十分钟的 也就是说我们用四集就把一本书就去读完 那么我们每一个星期呢 都会把一集上载给你看 然后你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去看这二十分钟 就好像看电影这样子看一个二十分钟的电影 你就了解了一本书的一集 然后你看了四集之后 你就把整本书最重要的重点和精华 统统都看完了 那下一个问题你一定会问我嘛 你说 诶 这样子其实有什么书这么厉害 有什么书是在这个读书会里面 是这些导师是会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来 我们看看有什么书 我们看一下 那在我们的读书会里面有的书呢 都是我们特地挑选出来的 不是随随便便去数据找一本书 然后就讲这就是读书会用的书 因为这一些我们挑选出来的书呢 都是有实实在在可以让你在企业上 生意上用得着的策略等一些书本来的 比如你看我们第一本书就厉害了 第一本书讲的是什么呢 如何进入乔布斯的大脑世界 乔布斯 Steve Jobs 我相信大家都懂吧 那如果你说我不懂Steve Jobs是谁 我相信你懂苹果是什么吧 也不是吃的那个苹果 就是我们用的那个苹果电话 或者苹果的电脑 苹果的创办人 乔布斯 Steve Jobs 到底他的脑袋是想什么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可以有Steve Jobs的思想 你就懂得如何把你的企业 把它变成就好像苹果集团一样这么大 那所以我们第一本书就已经是讲乔布斯里面 他的脑袋到底是想着什么了 而第二本书更厉害了 李嘉诚 那我相信这里没有人不懂李嘉诚的吧 香港首富李嘉诚 你有没有想过李嘉诚的人生智慧是什么 一般上你会说 这些书很闷的哦 我看这些书 好像看那种历史书这样子 好像很闷的哦 我告诉你 李嘉诚的这本书 当他进我们读书会的时候 你是好像看电影这样子 看李嘉诚的一生 是一点都不闷 而且是非常非常精彩 更重要的是呢 可以让你学习到如何成为李嘉诚这么厉害的一个企业讲 那除了这两本书 还有很多耶 还有什么书呢 来我们看一看哦 比如刚刚我们看的那本书是什么书呢 你知道吗 刚刚五分钟的片段 就是这个左宗棠一生的九大手段 那你可能不认识左宗棠 不过我跟你介绍一下 左宗棠他其实是四大将军的第一名 四大将军的第一名 他是一个文将 他是专帮人叫做策略的 而且他策略出来的那一些战略 都是拎你大胜的 所以你想知道 到底左宗棠里面他的那些手段是什么 真的是要看这本书了 除了之外呢 我们还有挑选的 比如Pixar Pixar是什么公司 知道吗 很喜欢看卡通片 或者动画片的朋友 应该有听过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看看Pixar 到底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7-11 7-11 我相信很多人都逛逛过 都买过7-11的东西 到底他们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还有Warren Buffett 股神 到底Warren Buffett是怎样投资的 这一些都是我们挑选出来的书 所以我理会说 这些书我都很想看 我都很想去了解 但是呢 我就没有那个机会去买这本书 或者没有那个机会去真正的了解 因为我相信那本书应该是这么厚的吧 有没有想过 只用4集 4集 每1集20分钟 就可以完全了解它了 而且 读了这一些书之外 就是通过我们的读书会 不只是让你学习 不只是学到 看到 听到 而且还会得到 而且用得到 怎么说用得到呢 来 你知道吗 当你是我们读书会的会员 你看完了这些书之后呢 OK 你看完了我们这些书之后 你其实是还可以得到一个 我们叫做思考手册的样东西 诶 这个思考手册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当我们每一次做每1集之后 我们的导师都会把一些思考的问题 来让大家做一些小功课 那当然这些功课不是教你做了之后 然后让老师去改考卷了 这些思考手册 思考的问题呢 都是让你企业家的名 去用整这些策略 我们读了那本书的策略 如何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意上 所以不只是单单让你读书哦 也可以真正的把你读过的东西 学到的东西 摆在你的生意上 所以你会觉得 其实整个这个读书会 它除了是让你读书之外 它也像一个课程了 对不对 也像一个课程了 那么 这么好的东西 其实是不是会很贵的呢 我告诉你 讲价钱之前 让我跟你说说 现在不是父亲节交到了吗 这个月就是父亲节了 有没有想过 其实呢 我们今天如果给你的这个优惠 不只让你可以收贵 也可以让你要感恩的人可以收贵 因为我们这次的读书会呢 推出了一个给爸爸最好的礼物 对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给爸爸的最好的礼物 也就是一个限量版的礼盒 那那个礼盒是怎样的呢 来 让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礼盒了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这样的 一个礼盒而已 它里面的东西就不同了 来 我一样样介绍给大家看看 首先 当然 父亲节嘛 一定会有 一张父亲节的卡 让你可以写上你最珍贵的祝福 然后把它送给你要感恩的人 除此之外 当然不能少了 VIP卡 这就是我们读书会的VIP卡 是维持一年的 这读书会的一年的VIP卡 可以让你在一年内 读完刚才我们所给你看的那一些书 每一个星期我们会上载一集 然后四个星期之后 就会有一本书完整的 在四集上载了 所以一年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那些书了 这个VIP卡 就可以让你一年里面看完的 除此之外 还有 刚才我们所说的 拿定夜信箱 我们YYC的CEO 的No.1 CEO的书 这本书呢 YYC集团的CEO 也就是拿定夜信箱 他把它所有啊 怎样如何把YYC 从一个50位员工的一个会计楼 把它增长到800位的一个会计楼 如何把生意额增长了 4000%的秘诀 通通都把它放在这本书里面 然后呢 不能少了 因为父亲嘛 都会喜欢喝咖啡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有 这里五包精品的手冲咖啡 也会送给大家 那你看到一整个礼品盒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优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来我跟你说 今天你这个礼盒 其实总值是450块的 因为呢 这一个VIP卡的会员卡呢 是365块 每一天一块钱 我们的读书会 一年365块 让你看足一年的书 然后呢 我们的拿定夜信箱 CEO的这本书呢 是价值50块的耶 然后呢 这些精品的手冲咖啡 也是价值35块的 总值450块的东西 今天你会用一个 很优惠的优惠家得到 有没有想过是多少钱呢 我们今天只需要收388 388块 就可以把今天的这个 父亲节限量礼盒 把它带回家 而且这个礼盒 你可以把它送给你的父亲 送给你的恩人 送给你的老板 因为我们都说 老板都是一家企业的父亲嘛 一家企业的爸爸 是我们的老板嘛 或者送给你的客户 如果你说 我在奥南 我要送什么给我的客户 这个礼盒 也是非常好送给他们的 你可能会说 450块卖388 的确是有便宜啦 可是 就是这样子的优惠而已嘛 我跟你说 今天特别优惠做给大家 因为今天你花了 现在大概是整 20多分钟时间了吧 来看我们的FB Live 我当然不想你只是 拿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优惠 可是呢 要拿到更好的优惠 动作就要快了 对 为什么我说动作要快呢 因为如果今天 你是首30位 那记得 只是30位 我们只送 三首30位 拿到我们今天的特别优惠 你是首30位 今天如果 有买到我们的这个 父亲节的限量礼盒的话呢 你除了可以用388拿到我们这个礼盒之外 你还可以拿到我们这个六月工程 性营销 性营销 拼业 即营市场的 先上研导会 这一个先上研导会 是我们的拿定业信箱的一个研导会 它会在先上 教大家如何 和面对接下来的这些日子 如果你是营业的 你是做生意的朋友 你都知道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我们的生意很难做下去 很多事情都会不顺利了 可是现在六月了吗 六月是时候要工程的时候了 是时候要再去到市场 再工这个市场了 要做些什么策略 要准备一些什么 而且要注意一些什么 通通都会在这一个先上研导会上 通通告诉你 而这个研导会 平时我们是卖688块的 今天你如果真的是买了 这一个先量版的礼盒 你花一个388 你除了得到这个礼盒 价值450块的礼盒之外 再得到这一个688块研导会的这张票 总价值是1138块 区区投资一个388块 来让你学习更多 来让你把你的业绩 把它去到更高峰 把你的生意做到更好 今天只需要投资一个388 就得到1138 总价值的东西 不过我跟你说了 要快 因为这个优惠只是给我们守30位而已 我们真的是只给30位 错过了30位就没有了 你可以问我 这样我要怎样买 我要怎样买 很简单 两个步骤而已 首先你要在今晚11点59分之前 这个优惠只是限制今天 只是到今晚的11点59分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是9点30多分了 我们只剩下大概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来让你得到这个首30位的特别优惠 在11点59分之前 去到我们的这一个网址 我们这个网址 就是cobooksuccess.yyc.my slash fb-best gift 或者你说这么长 很难打 不担心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网址 把它放在我们的comment box了 在我们的comment box 你就去按一按 click一click我们的那个link 或者你如果是用电脑 正在收看的话 是时候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把你的QR scanner拿出来 扫一扫这一个二维码 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你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网址 就可以签购我们今天的这个 复兴节限量礼盒了 OK 那记得 手快就有 手慢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只是开放到今天的11点59分 而且是首30位 才可以拿到这一个限量礼盒的 我同事好像跟我说一点东西 我们已经卖了11套了耶 哇 你们真的很快耶 我们已经卖了11套了大家 我们就在短短的几分钟 已经卖了11套了 也就是说 30套里面 我们只剩下19套 我告诉你 我们真的是送完为止 只有19套 OK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拿到我们的这个礼盒 包括有 当然我们的这张卡 让你送给你的父亲 或者你的老板 或者你的恩人 然后拿到我们的这个VIP卡 让你可以一年可以收看我们的书 用电影的方式来看书 然后呢 也拿到我们拿定页信箱 No.1 CEO的这本书 再加上五包的精品咖啡 而且再拿到我们六月工程的这个线商研讨会 只需388 通通价值1138块的东西 通通把它送给你 不过现在只剩下19套了 OK 我刚才讲30套 现在只剩下19套了 因为我的同事刚刚告诉我 已经卖了11套的 那手快的人真的是很快耶 这么快就已经卖了11套了 所以记得最后19套 OK 而且也要再11点59分 如果真的是过了10点59分 就算我们真的是把这个30套还有胜斗好 都没办法送给大家了 因为今天真的是大优惠 因为今天大家在收看我们的Facebook Live 我们特地把这个优惠价带给大家 OK 所以记得388 只需要投资一个388 就可以让你一年去了解所有书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呢 可以上到这个价值688块的线上研讨会 送给你的东西还贵过你投资的价格 因为这个研讨会呢 是我们的No.1 CEO 拿定业信向YYC集团的CEO 亲自操刀去做的研讨会来的 让你可以学习到如何在你的业绩上 你的那个生意上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应该会很难过的 所以记得一定要在十年五十九分之前 去到我们的这个网址 或者直接按我们的同事已经把那个link放在comment box里面了 就可以得到了 如果你是在看用电脑看的话呢 用手机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把今天的这一个带回家了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带回家了 OK 我同事又在跟我讲 已经卖了十九套了 还有十一套 OK 你们真的很快 我告诉你 你们真的是很快 真的是这样快就卖十九套 还有十一套而已 OK 那我感觉上 可能真的会不够的耶 我问一下我同事 现在到底到底是卖多少套了 我看看最新的 十九二十 OK 二十一 二十一了 OK 最新的数字是二十一 只剩九套 最后九套 OK 我不是讲笑 最后九套 如果你现在去买的话 还可以 现在买还可以 我看应该是顶不到十一点五十九分了 你们实在是太快了 这样快就已经卖了二十一套 只剩下最后九套 我看起来应该是来不及了 OK 我告诉你 我这样子说吧 OK 如果 因为真的 我又想不到 今天的这个成绩会这么好 可以短短在 这样短的时间 就已经卖了二十多套 我跟你说 我做一个这样子的大放松给大家 我跟你说 这个真的是大放松 因为我们其实是不应该送这么多优惠的 因为这个优惠 其实每一张票 我们是卖六百八十八块 不应该送到这么多 可是因为实在是卖的太快了 真的是预想不到可以卖的这么快 我们决定 只要你是在十一点五十九分之前 那记得是在十一点五十九分之前 一定要在十一点五十九分之前 你是点击了 签购了 通通都有的拿这个优惠 这样子说好不好 那这样子你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只要是在今天十一点五十九分 我们不看三十位了 这三十位我们不理了 不要再算了 我们不要再算到底现在已经卖到多少套 不再算到底剩下多少套了 只要是十一点五十九分之前 你有买到的话呢 这一个都送给你 价值一千一百三十八块的东西 我们今天真的是大放送 我不理了 就算是卖到一百套就一百套吧 送一百套就送一百套 没关系 我们今天真的是大放送 所以记得 真的是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 十点五十九分之前 一定要买到我们的这个限量帮礼盒 你就可以得到一千一百三十八块的这个优惠 好那么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争取今天的这个优惠 因为我除了送三十套 也把这个三十套的那个上限完全删除到 没有上限 你只要今天买就可以得到 好不好 所以我把时间教会给你们 去现在点击这一个网址 现在立刻去到 cobooksuccess.yic.my slash fb-best gift 或者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或者去到我们的那个comment box click一click 星天买 今天得到一个一千一百三十八块的东西 只需要投资一个三百八十八块 好 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 再讨论我们的研导会 好不好 我们的读书会 好不好 OK 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见 谢谢大家的时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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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可以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勇敢的往前冲霸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umber one 强大的企业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